推個衛福部長上去 每天報名牌 欸 後來發現他報名牌好像每天在喊佳麟 聲勢還不錯 後來就上癮了 每天報名牌都報了兩年 到現在才說天啊 這報不下去了 防疫 紓困 震盡 轉型 這是面對疫情 一個多一個政府要處理的四件事情 不單單是只有防疫 所以將來兩年後回來看台灣這兩年當中的 防疫戰略 犯了最大戰略錯誤就是 我們怎麼會讓防疫去當總指揮 這是有問題 就好像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 面對疫情的時候 衛生局的局長是總指揮 你覺得咧 像我們今天在討論 有紓困 到底這個檢柱要檢多少 還有這個社會局 教育局 到底要管制到什麼程度 這哪是一個單一個衛生局長可以解決的 所以是這樣 我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把握 我就推個衛福部長上去 每天報名牌 欸 後來發現 他報名牌好像每天在喊佳寧 聲勢還不錯 後來就上癮了 每天報名牌都報了兩年 到現在才說天啊 這報不下去了 印度在這兩疫情當中 全國化電子身份證 全部疫化 那這國家就趁機你知道 危機就是轉機 要做一個國家的轉型 結果你看啊 我們三倍券還在用紙張 絕大多在用紙張 這是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把國家趁這個機會做必要的轉型 這是兩年後再回來看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犯了國家戰略錯誤 現在我們要做了一下 來自民進的一陣子 會發現我聽到大家看 要是甚麼天啊 會不會還好 有點苦心 對機會 那是沒有 staying 我還會想叫